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在阅读会议上 以4比0的投票结果 决定取消中国电信美洲公司在美国的运营许可 在公告中 FCC表示 促进国家安全是该委员会提升公共利益的责任之一 今天的行动履行了这一使命 保护国家的电信基础设施 免受潜在的安全威胁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指出 中国电信美洲公司 作为中国国有企业的美国子公司 受中共政府的控制 极可能被迫遵守中共政府的要求形式 而中国电信美洲公司的所有权 及中共政府的控制权 给了中共政府访问储存破坏和误导美国通信的机会 为了帮助中国电信美洲公司的用户 过渡到其他移动服务提供商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随后还将发布一份消费者指南 同时以中英文在网站上公布 新唐记者乔安综合报导